哈喽我是Amy 哈喽大家好 我是每天在农场工作的 能力语 能再尬点吗你 嗯 好 今天怎么说 自从跟你拍视频以来啊 每天就没吃过一顿高档餐 你知道吗 不是不是什么臭豆腐 你看这能高档吗 嗯 能不能今天感恩节吧 来一顿高档的好吧 行就说你这句话 我今天带你去吃 纽约米其林二星的餐厅 哎等等等等 这不会是扇火饭吧 吃完这一顿 咱就没签飞录下一期视频了 这有点得不尝试啊 你放心吧 怎么可能 这家店性价比贼高 人均不到50 人均不到50 对 米其林 对 还是二星 是的 行 今天就这个 走走走 走是走不了一点 开上你的车 哦开车好 好开 走 走 我今天有四个人一起吃饭 然后就每个人一个trade 我现在的摊盘都上来了 你想先吃哪个 先来个开胃的 甜菜沙拉 可以啊 这个就是甜菜沙拉 干一个沙拉 干 哇 甜菜沙拉 它跟我之前在超市买的那种 完全不一样 那种是那种大红色 这个是像火锅会一样 橘色的 我从来没见过这个 所以甜菜的为什么菜 就是一种蔬菜啊 跟火锅会一样 但是说实话 这个颜色的还是第一件 它味道好清爽 就是它是甜而不腻 然后带一点点酸味 酸酸的 上面还有芝士酱 味道好好 我第一次吃到这种菜 之前没有吃过甜菜吗 没有 我听都没有听过甜菜的 没假的 我感觉在中国应该很少见 我不知道中国有没有 我也是来美国就学之后才吃到 第二道你想吃哪个 这个就沙拉 又来一道沙拉 兄弟们一个菜吃两个沙拉 谁有这感受啊 这个灰色的就啥呀 脆脆米 啊脆米 大家看一下这个土豆 这个土豆 我吃到一种 红烧土豆的感觉 烧土豆 嗯 还是用调料腌制过的 对 这个土豆味道非常入味 对我本来以为他看起来就像一个水煮的 对我跟说 对就没想到他这个土豆里面味道非常入味 这绿色的你说是不是牛油果酱 牛油果酱应该是牛油果酱 这里面底下还有改版油 他家所有的蔬菜 包括酱都是全部都是他们现做的 然后菜也是他们自己在后面的农场里种的 所以说他们家是美国农家乐 对就是 这个土豆 这个土豆上面这个脆米啊 是那个用紫米来炸过之后的那个脆脆的 就炸上一个脆脆的一个脆米 我喜欢吃这个米 我觉得这个土豆符合 符合我对米其林的认识 嗯 好 那我们现在来试下这个煮菜 好嘞 给大家看一下啊 今天的主菜是面包加牛肉还有洋葱 这个煮菜呢 要分成三段 第一段这个是牛油果酱的一段 然后昨天这个是牛肉的这一段 然后这个呢是那个泡洋葱 来吃米其林就得上手 我真不知道咋咬三段 我是我是不准备用刀叉了 没那么讲究 什么问题 刚刚 刚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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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 先试一下先试一下洋葱这个 这洋葱的真的好好吃的 这种焦糖洋葱的感觉 上面还有凝固碎 你觉得怎么样 这个好像有点 迷雾齐了 迷雾齐了 迷雾齐 嗯 我好像没有被他经验到 这个好像也挺迷雾齐 再来一口 ok 我没有任何评论 没有任何评论 我太疼 好吃是好吃的 但是好没有什么特别 厉害的地方 我真的不太喜欢吃香醋 我喜欢吃香醋 嗯 嗯 它就是一个咸咸的味道 剩下这边 我来试下这个酱 这个酱 这个酱我觉得挺没有武器 啊哈哈哈哈 这酱都干什么了你知道吗 哈哈 有点普通了说实话 它这个酱好像就跟那种路边咖啡厅卖的那种面包上抹的差不多 没有太大区别 我再试一个 嗯 ok 我要来吃一口这个肉了 嗯 这个是他自己养的牛的牛肉 你要直接吃一片吗 我想直接吃一片这个牛肉 可以啊 别说我不讲究啊 我只想吃这个牛肉试一下 就要不到一片 来吃吧 这个烟熏牛肉蛮不错的 有一种牛肉和腿的感觉 这牛肉可以的 烟熏烟熏牛肉 它的味道很像那种什么烟熏火腿的感觉 对 显味是恰到好处的显味 并没有说对于显 这个搭配面包很合适 我还搞了挖了一点这个土豆沙拉面的酱 自制了一个牛肉三米吃 这个这个这个主餐面包啊 其他两头我是不想评价的 但这个牛肉着实是不错的 这个牛肉的水平 是能复合米其林的 我太难了 这叫什么有机牛肉 嗯 接下来我们来喝我们今天的汤 南瓜汤 因为我们没有勺子 所以准备直接干了 干了兄弟们 干汤 干汤 嗯 太大一杯了 干杯干碗 见底了 牛逼 哇塞 这个南瓜汤绝了 非常非常新鲜的那种南瓜打碎了 里面还有奶油 这个南瓜汤 就为什么那个奶油蘑菇汤 对 奶油蘑菇汤 奶油蘑菇汤 它这个做法和奶油蘑菇汤是一样的 就是它里面加了南瓜的成分 所以它南瓜的味道还是挺足的 里面还有南瓜籽 是吗 我喝太快了一点没吵到 你没有嚼 对啊 你吞下去了 我好像嚼了一下 完了 你没嚼你的肚子里面会长出一个南瓜了 是里面 哈哈哈哈 最后我们来试一下甜品 它这个是叫什么 完全忘记了 完全忘记了 据知情人士分析啊 这个它就有肉桂和桃子酱 然后呢这个肉桂我感觉中国人不是非常能接受的 然后我们先来试一下啊 干 干净 哇 哇 我闪到中心啊 挺多耶 有一种 红枣糕的口感 吃过红枣糕吗 真的有红枣味 对 它难道有红枣吗 它真的有红枣味 但是这个肉桂味也是挺浓郁的 是吧 嗯 它上面是撒一层糖霜 然后做的是那种 呃 硬的 给大家看一下啊 硬的 外面是一层硬的里面是软的那种 一口咬下去特别踏实 哇 它上面这个酱是 我感觉应该是用蜂蜜打的 是吧 嗯 嗯 有 它这个甜点啊 就是很美式 但是它又不像美式那种那么甜 对 这个甜度说实话是我 你觉得就很正常的一个甜品的甜 我感觉大家应该都知道 美国人吃那种甜品啊 它就是甜的发厚的 厚一点 对对对 但这个是 这个甜的是就那种什么呢 点到为止 对 对 它就很像一个功夫大师一样 跟你切磋的时候都是点到为止的 nice 我们这套上面还有一个树打水 对 分不封 我就不介绍了啊 它不配加入米其林餐厅 哈哈哈哈 真的 对 这个树打水是 是我人生中喝过最难喝的 我就不 我就不跟你干了 这个太难喝了 我们现在已经吃完了 跟大家来讲一下价格 按照惯例啊 呃 最喜欢吃的是那个呃土豆 土豆 对那土豆真的很入味 嗯 我觉得那个土豆符合我对 嗯 米其林的预期 因为我以前不是很喜欢吃土豆 是吧 我觉得土豆很难去做的 很入味的那种好吃 对 其实我觉得那个南瓜汤很不错 嗯 就是奶油浓汤 做成南和南瓜结合在一起 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创新点 嗯 他们家菜品每一次来都是不一样的 嗯 你说春天夏天秋天都会有不同的菜品 嗯 因为他这边还是离纽约市区有点距离吗 开车要一个小时左右 嗯 然后所以我觉得各位 其实不用考虑专程过来吃一次 就是来上桌玩啊 欣赏美丽风景的时候啊 顺路可以吃一下 嗯 对 就是如果没有车的朋友的话 可以去坐那个火车 他直接到那个Terry Town 就可以直接到这里 嗯 那屏幕前的小伙伴们 你们想不想尝试一下 这一家美国农家乐 米其林何办 哈哈哈哈 那而且你们觉得这个价格 它是贵了呢 还是便宜了 嗯 你们可以把你们的想法呢 评论在视频的下方 嗯 今天是感恩节嘛 然后我们想一起祝大家感恩节快乐 感恩节快乐 快乐 然后这段时间 我们有一直持续的上传视频 然后的视频也得到了一些人的喜欢 和赞扬 对 也是有些 也是有些朋友们在吐槽 对 也有一些 但是我们还是非常的感恩 希望大家一如既往的支持我们的节目 那这期节目就到这里啊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店里面还有一些他们自己产的一些农产品 比如说这个蜂蜜啊 糖浆 上面还有自己种的红豆 他自己做的洗手液 这都行